讲起宋仁宗 基本都会谈到他私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 譬如仁宗办公到半夜突然饿了 想喝羊肉汤 但怕内侍为了奋臣上意 而大张旗鼓浪费羊肉 所以就要人饿 憋着不说 又譬如散步到一半时 渴了想喝水 却怕说了后 随时之人会被认为服侍皇帝不周 而遭到责骂 所以又憋着不说 这类有些暖心 又有些天然呆的小故事 基本成为了宋仁宗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有些观点会以此得出结论 皇帝品格这么好 手底下名城又那么多 那么仁宗朝一定是个黄金盛世吧 然对这段历史有些了解的朋友 或者看过我们之前 二十多集仁宗片的小伙伴 应该是不太能认可这个评价的 不管是三荣 对外战争 还是民间起义 等各方面而言 仁宗朝无论如何 是谈不上盛世的 于是黄金盛世这四个字 也逐渐把宋仁宗 这位各方面都很中庸的皇帝 逐渐推向了网络争论的封建浪口 并愈来愈成暴起分化之势 谈到这里 我想再讲一则小故事 或许更能表现出仁宗朝的气质 话说仁宗朝有一个四川老秀才 因为科考不中 心生怨恨 干脆写了一首反诗 送与四川长官 所谓把断剑门 烧战刀 成都别式 以乾坤 差不多就是 全人造反 这真的是送上门的KPI啊 四川长官大喜之下 反手就把老秀才当缓贼 抓了起来 谢宋经师听从发落 结果在仁宗了解情况后 却云淡风轻地说 此乃老秀才 急于是幻而为之 不足置也 可受以似乎参军 文字于这事 在封建王朝 力量敏感 这写反诗 直接怼到地方长官脸上的诗 更是直接把犯人刺身了 也不带冤枉的 仁宗却选择了宽恕 在这方面 他表现出的大度可见一斑 所以很多地方 在讲述这段故事时 为了表达宋朝言论自由 讲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 掐掉了最终的结局 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老秀才突然就得了一个官做 应该会很开心吧 并没有 他的结局是 其人到任不应年 才女儿死 只做了一年官就死了 有人说 老秀才敢于为自己落榜 而且反噬怼政府 说明他心高气傲 如今被怜悯施舍 心里过不去 也是可能的 但也有人说 仁宗描述老秀才时 用了一个老和一个吉字 老秀才很可能是屡事不重 那么历经是会磨砺和毒打 如今苦尽甘来 又如何会这般脆弱呢 他会不会是被人枕死 当然不管选择哪个观点 结局都是一样的 老秀才死了 他的死来自于社会评价的排斥 老秀才写反噬给官员这事 固然透着荒谬 而在宋代 公开写反噬虽然少 但气质相似的事却不少 文人吐槽国阵 严官吐槽宰相 宰相吐槽皇帝 当时的读书人 为了引起上位者的重视 用词往往都是 极尽尖夸张 很少有所谓 莫谈国事的机会 然四川官员 还是把老秀才抓了起来 这代表着宋朝政府的底线 文人可以瞎说话 但得有度 而是对造反这种大事 官员虽然没有裁定权 却有扼杀火苗的职责 所以他必须把老秀才抓起来 何况这事 还容易牵连到自己 需要用实际行动来避嫌 而仁宗在了解情况后 选择了宽恕 因为他体谅民情 也拥有最终裁定权 宋代文人敢说话的根源 还是来自于皇帝开创的 这种阵风 但是这种阵风 仍然是有局限的 他能得到一批文人的拥护 但毕竟不能和 分剑时代的大趋势相违背 老秀才或许能语出惊人 也能活下去 但是用这种方式做官 就是破坏了规矩 侵占了有限的资源 皇帝能原谅他 但社会不能 所以他不久后便死了 他仍然被时代给杀死了 文人的直言 皇帝的宽和 这些元素再如何抢眼 但他们始终都绕不开一个东西 封建时代的黑暗底色 而离开了这个基础点 任何对人宗与其时代的评价 便都无从谈起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语 欢迎收看本期的千秋一面 北宋仁宗明辰篇 大结局 仁宗治和二年 一期公元1055年 北宋明辰彦书去世 享年65岁 彦书当年提拔范中烟 继而开启 庆立新镇 如今二人 与那些反对党骨干 先后离世 仿佛往事随风而去 带走了残经的理想 也带走了过往的积怨 这是在这种氛围中 经过旁集 包拯等大臣的推动 朝堂逐渐对庆立旧臣们 恢复了接纳 复辟 韩奇 欧阳修 蔡湘等大臣 先后得以回归朝廷 执掌中书大权 引诸苏顺清等 以故去的庆立旧臣 也先后被恢复名义 得到官职追认 复辟文言博二人 共同为相使 朝野上下赞予良久 宋仁宗义自己用人得当 而颇为自尽 党外放的庞吉 入过朝廷时 还特地被仁宗拉到狱前 询问对于二相的评价 庞吉则回到 二臣接朝廷高选 立下拔之 齐 赴天下王 然后庞吉又针对 仁宗常平凡更换宰相的做法 给出了建言 他认为既然皇帝 信任两位大臣的邪能 必要信之间 任之久 然后才能评判 施政成功与否 若是只因为人言 而产生猜忌怀疑 既要更换人选 如何能让政策 长久运作呢 当时仁宗的权术手腕 依然成熟 也确实不再需要通过 平凡更换宰相 来问顾皇权 所以他接受了庞吉的建言 这也为日后的 佳佑之志奠定了基础 公元1056年 宋仁宗改元佳佑 这是他人生中 最后一个年号 也是他的执政时期中 普遍被后世评价 最高的时代 虽然在历朝历代中 都有对佳佑之志的赞誉 但对于这个时代的定性 如今仍然是存在 极大争议的 一方面 因为佳佑之志 常被日后的旧党 拿来对新党施压 所以多有学者认为 所谓的佳佑之志 有相当一部分赞誉 来自于后世的人为塑造 目的是为了否定 后来的新法 而自宋夏战争开启后 宋朝升陷财政危机之中 伴随日趋频繁的自然灾害 庞大的军费和赈灾费用 竟然致使中央财政 出现了赤字 自清理新政起 仁宗朝虽然花费了 将近20年时间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始终收效甚微 赤字不断扩大 这个问题 直到后来的宋神宗 任由王二世变法时 才得以解决 那么显而易见 嘉佑年间的中央财政 是近乎破产的状态 仁宗在此期间 所尝试的一切财政改革 全部失败了 但是从目前可知的史料而言 仁宗朝最危机的时候 仍然是清理年间 不管是从对外战争的角度 还是从内部起义 兵变数量的角度来说 高峰期都发生在清理年间 这在我们此前的 仁宗篇十八集中 都有提过 在此便不再赘述了 之后经过清理新政的调整 花佑年间的挣扎过度 到治和年间时 国家不管从外部 内部 还是朝堂环境而言 都是趋于稳定的 虽然中央的财政赤字 越来越大 自然灾害 也是继续高产四母猪 但长达十余年的政局稳定 国内外的大致和平安逸 也是不争的事实 宋氏学者张邦伟先生 虽然曾针对过度 吹捧人宗朝的问题 写过一篇名为 《加油之志 一个叫不响的命题》的文章 但同时 宋朝基平基若说的 最早倡议者 在针对基平说的问题中 他便曾引用过 陈明生先生的观点 认为大部分宋代记载的语境中 宋朝所谓的中央收入 应该是专指 主管财政的三思的收入 而除了三思之外 宋朝中央 还利用皇帝管理的内藏库 这部分钱 一直是作为国家备用金来使用的 而且从来都没有 表现出匮乏的迹象 宋真宗 人宗两朝为了赈灾 从内藏库中 播出费用的次数 多达108次 到了哲宗朝 世卫宰相的苏哲 为财政问题困扰 直到衙中立员 提醒他内藏库的储备时 一切问题便马上迎刃而解 而在宋代史料 文献通考国用之中 则记载了宋英宗 置评二年的财政收入 和支出的细节 如 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 初 一亿两千零三百四十三万 三千六百七十四 非常初 一千一百八十二万 一千两百七十八 鉴于英宗制平二年 至于人宗朝隔了两年 且英宗继位后 一直在折腾 任亲爹 还是任干爹的相关事宜 也即 仆役 所以国家状态 整体应该是和人宗朝 没什么区别的 从上面的数字来看 支出比收入高 那么仍然是妥妥的 财务赤字了 但是通考后面还接着一句话 猪禄鸡 一亿六千 零二十九万 两千零九十三 黎于明先生认为 这笔钱代表着宋朝 地方的财政收入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把三思 内藏库 和地方财政的总收入 加在一块 那么人宗朝 国家每年的总收入 仍然是远远大于支出的 而王安石变法 之所以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后 便把财政赤字扭亏为盈 也并不是因为宋朝 在生产力上 有何革命性突破 而是他在全国物资的分配上 做了极大的调整 也既把原本属于 地方财政的收入 收归国有 这样自然而然 中央财政问题 便得到了解决 现在在网上 有个很神奇的情况 很多人为了彻底 否定宋出的制度 把王安石以前的宋朝制度 定型为畸形吸血 又所谓的一国养一城 而因为王安石 自近代以来的改革家定性 把王安石变法的定义 定义成 打破吸血路径的唯一机会 不得不说 这种历史发明 真的让人一脸问号 从各方面而言 神宗朝以前的税收 都远不如神宗朝以后 王安石怎么就成 吸血制度的打破者了 当然我也不是说 王安石变法才是 真正的所谓一国养一城 宋朝首都开封城的繁荣 完全是建立在 草运交通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 当时草运沿岸的城市 市镇都是物资充盈 发展迅速的 苏州 珍州 扬州 楚州 四州 泰州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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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城市 都随至日渐兴容 王安石为集中物资 而开展的运输 也加快了物资 在全国各地交通枢纽的流通 即使直到今天 交通依然是一个城市 新生与否的重要因素 王安石的变法 忽然让地方的财政周转能力下降 然而却也加强了 全国商业贸易的活力 宋朝的一切制度运行 一切变革 都是基于现有制度上的调整 当然这段 等我们讲到王安石变法时 再细说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那句老话 千万别总把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都极端化 很少有历史人物 能脱离历史环境 而被凭空塑造出来 也很少有制度 能在被凭空制定出来后 还能长期执行的 关于所谓宋朝制度 是否畸形 是否吸全国血的争论 显然又是种 二极管思维的滥伤 时间再回到仁宗朝 加油三年六月 在归朝三年多后 韩齐神人宰相 与复辟共掌正式堂 在同为庆离旧城的欧阳修 蔡湘等人的辅佐下 这群好基友 再次开启了曾经的施政蓝图 恩英 雀查 雀岩 科举 木马 方田军税法 官僚制度 冗兵 冗费等问题 都是他们的施政方向 只是相比起庆离年间的雷厉风行 如今皆一年过半百的他们 施政风格却是变得稳健保守 这固然导致改革的内容 难以完全贯彻 却也回避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其中调整比较成功的 除了上级所说的科举外 堪称收益比较显著的 便是恩英 雀查和雀岩 恩英名额 即清理新之后再次得到缩减 所谓自试每岁减入流者 无律三百元 而在查法上 朝廷取消了偏向国家垄断的雀查法 而改用允许查明商人 直接交通的通商法 这无疑有利于查的流通和生产 西霞先生即认为 这一调整举措 适应了客观发展的要求 而彼之前二者 关于雀岩法的改革 则无疑更为成功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再介绍一位 虽然少有人所知 却影响历史深远的能臣 范祥 山西滨州三水人 和大部分的宋朝官员一样 近世吉地后 范祥便立地方各州县为官 积累了大量 应对民情 财政利计等方面的行政经验 但是就像我们给他画的例会一样 这哥们 最先为史书瞩目的领域 不是内政 而是军事 仁宗朝中期 宋夏战争打得如火如荼 正乔那时的范祥 已经做到了西北重镇 镇荣军的空盘 便很凑巧地碰上了 李元昊率军为臣 作为陕西本地人 范祥不但很好客地 率军击退了李元昊 还接着上书 请求朝廷修建了 边境宝寨 刘返宝和定川寨 后来定川寨一战 李元昊虽然大败 宋军葛欢明所乎 却凭得伤亡惨重 并拿不下定川寨 可见范祥修碉堡的眼光制度了 然随着宋夏战事的日趋白热化 范祥意识到战争 对北宋国内的经济 产生了剧烈冲击 而其中受波及最深的 便是严正 宋朝建立之初 因为要同时面对 国内分裂的割据局面 以及关外辽国的军事重压 连年战事导致财政负担极大 于是朝廷便继承了 唐代五代以来的经济制度 垄断大量产业 实行关卖 这些产业的贸易和税收 借由政府机构 缺货物进行管理 直到北宋中叶 缺货物的每年总收入 常常高达数千万块 而盐税所得 又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 可谓重中之重 在盐政中 最为重要的 则以江淮的海盐 与河东亥池的亥盐 最自国用 亥盐因为产地靠近 送下前线 它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 往往不用上交朝廷 而是成为了 直接支援前线的战略物资 这无疑节省了 大量的运输费用 那么从朝廷的角度来说 也是如此 不管你蔓延 换了多少物资 你总归是要把物资 运到前线的 那么这些物资 由谁来运呢 还是得朝廷自己来 但是对于封建时代的 管理能力而言 这种组织方式 不但效率低下 而且损耗名利严重 顾及到对名利的损耗 宋太宗 在宋辽战争时 一度调整严阵 对局部地区 开放了通商法 以鼓励商人 自发运输物资到前线 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 入中 所谓入中 便是在商人交付物资后 便可获得相关收据 拿着他回京城 领取换言文券 再以此去延地换言 最后运到指定的通商区 进行贩卖 这基本上就是国家 为了物资调配上的灵活度 主动让利 允许不分地区的食盐 私卖了 可惜当时的宋朝 果汁出力 在通商管理上 有很多问题 于是被商人们 钻空子钻了个爽 最后一合计 朝廷尽量被坑了 一百多万贯钱 于是安门车宗 大怒之下 再次去地商业 恢复国家专卖 到了仁宗朝 虽然朝廷在天盛年间 一度再次于延镇上 实施通商法 并实现了盈利 但很快 又因为管理问题 遭到偷袭 导致税收严重损失 毕竟关于钱的事 时间已久 不管是官员还是商人 都是会钻空子的 朝廷不得不再次收紧政策 让大量地区 恢复了食盐关卖 只是在宋夏战争 进入百热化后 钱县对于物资的需求 与日俱增 除了粮草外 其他各种杂物 也需要后方支援 商人向钱县 运输物资有利可图 不但从组织度 还是积极性上来说 都远强于 被强征服役的民夫 自然在后勤上 扮演着重要角色 若是商人 可以运输粮草到钱县 则可以直接去京城 兑换经营和食盐 但若是运输的是其他杂物 那只能换得盐券 要拿着它 再去害池换得害盐 这多跑一段路 意味着成本增加 利润下降 于是很多商人 干脆买通官吏 用掺杂次品的物资 乃至是潮湿腐败的粮草 前去入中 然后让官吏 许过价格 大量交换食盐 以做贩卖 久而久之 国家财政损失严重 前线后勤 受到影响 许多士兵被迫逃逸 进而引起社会治安问题 而因为大量食盐 被划伤贪力 以非法手段获得 盐价也会受到影响 到头来利润 全都被那些贪官污吏 和大商人赚取 大部分小商人 也是收入惨淡 乃至濒临破产 而西厦那边的清白盐 不但味道比亥盐好 连价格也低得丧心病狂 这更加打击了亥盐的销售 清理四年 范祥在韩奇与田矿 两位清理新党的推荐下 曾一度参与到 陕西严正的改革 但马上 被人名为陕西提点刑狱 兼制止亥盐市 再次卷土重来 它的改革力度 可谓大刀阔斧 首先 停止陕西地方的官府专卖 全面开放通商法 第二 虽然实行通商法 但却不再接受商人 度中粮草和杂物 商人所上交物资 一律改为实钱 凭实钱交换盐钞 以换亥盐私卖 第三 按每年的需求 定量发行盐钞 联合管理盐物的机构 督盐院 随时调剂市场盐价 并根据盐价规定盐钞定额 让其符合市场需求 其四 停止军民劳役 将物资运输事宜 完全交由商人负责 其五 全面禁止清白盐私售 其销售改由政府控制 其六 开放亥盐 对四川的销售 以增加收入 这样一来 从商人的角度而言 不用再于前线和精神间 来回奔波 带着钱和物资 去前线领取盐钞 换盐后 直接贩卖即可 盐钞经过限制 稳定了市场上的盐价 让商人感到了安心 积极性自然更高 而他们运输的物资 又都代表着自家收益 肯定也格外上心 现买现卖 弄虚作假的难度 自然也更高 朝廷这边在改售实钱后 物资管理难度明显下降 朝廷收益更加容易控制 士兵和百姓 从各种劳役中得到了解放 这些改革条例 除了对贪官奸商有害外 不管从什么正常人的立场来看 都是于国于民 皆极为有利的 可是现实永远和爽文不一样 在天才的计划 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严正改革 是从清理八年开始的 而陕西亥严 在此前的税收 分别是清理六年的147万管 和清理七年的195万管 结果到了改革一年后的黄幼年间 从黄幼元年 直到黄幼二年 两年合计税收 只有289万管 举言官和谈 谈和范祥的奏书所言 改革研法后的第一年 陕西既亏损100余万管 为了了解详情 仁宗叛选包拯 是的就是那位包青天 前往前线调查 包拯绕着一圈 得出什么结果呢 他称过去的言法 是先利后害 称范祥的改革 是先害后利 只需过个一两年 必然收效分厚 他请求朝廷 不要为了眼前的 迎头小利 而忽视未来的大忌 仁宗接受了包拯的上演 将范祥 身为陕西转运赴时 给予了对严正改革 全面的支持 果然 他们的等待 得到了回报 黄游三年 税收达到221万管 黄游四年 税收达到215万管 而在此前 缺货物 为了支援前线 不知劳役 每年的花费 高达500至600余万管 而在范祥 推行官运商卖后 这笔支出 便全部没有了 只是在黄游五年 范祥 因为应对 青唐突破的战士失利 遭到禀官 他走之后 继任者不分恢复 研法就职 又执行不利 导致陕西亥岩岁入 又下降到了 170万管左右 贾有三年 曾经支持范祥的 韩祺担任宰相 包正担任御史忠诚 保三司史张芳萍 也非常欣赏范祥 于是在这些大臣的支持下 范祥再次负责 派演相官事宜 他重新废除旧职 全面推行当年的改革 并且要求 读研院 蓄钱20万管 以平衡市场延价 延税收入再次增长 两年后 范祥去世 既任的薛相 完全认可范祥的改制 由此 研发改制 得以长期的持续了下去 就如同范祥这位 背后是拿来与唐代名臣 刘燕齐名的 严正改革家一般 家有年间的许多重要职位 皆是任用得人 欧阳修以汉林学士的身份 先是全知开封府 有身 树名副史 包正 任于是忠诚 交收于人多年的胡愿 为天章阁代奖 再加上宰相复辟 四人被百姓誉为 四真 而另一位宰相韩齐 则被誉为 少数能折服 欧阳毒蛇修的能臣 傅必回向丁优后 他成为了主导朝政的关键 不但很好地维持住了 家有年间的平稳局面 更在其后的 英宗 神宗两朝皇位传承中 建有策礼之功 被誉为 向三朝 立二帝 改言之鉴的范正 先知建院 后又以汉林学士 加之之告 他与欧阳修 宋奇 曾功亮 王仇等人 一同编撰了新唐书 而曾功亮与丁度 又曾受仁宗任命 主持编撰了 影响深远的 五金总要 宋奇和宋祥 这对状元兄弟 当年虽然因 屡一简的绝地反击 而被外放 如今皆是 先后回归高位 宋奇和庆立旧臣 蔡香 先后执掌三思 宋祥与庆立旧臣 田矿 也共为疏密石 庆立旧臣于静 则留在了里南 在平定农之高之后 全面恢复了 当地的经济生产 被誉为铁面玉石 并曾经牧吓 陈之中 王拱臣 王德用 等载质重臣 并导致他们外放的召变 再度调刃严冠 他的救命传奇 将在神宗朝继续下去 王安石以司马光 这对日后的宿敌 先后担任 为天子执笔的职质告 在政治上日渐成熟 经过这么一批 朝理朝卫大臣的努力 仁宗朝的各方面数据 都回归到了正常水准 在平稳了边境战事后 至家有年间 仁宗朝 已经能在应对 连年大灾的同时 保持人口增长 并让客户比例 回归正常 而土地开垦面积 则一度从真宗朝的 五亿余亩 锐建到了 仁宗朝的两亿余亩 在过去的说法中 也常认为 中北宋一朝 也只恢复到 四亿余亩 然经过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陆地表层格局 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科学院大学 于2016年 对北宋耕地面积的 再估算 算上影田的数目 宋神宗西宁五年后的 北宋开垦土地面积 超过了七亿余亩 西宁五年 距离仁宗朝不足十年 增加的数量 别说翻三倍 翻两倍都不可能 所以可见 仁宗时期的 土地数目锐减 主要在于 民间对土地面积的隐秘 而在长期的 休养生息之后 经再次清点 国朝的恢复政策 亦是卓有成效 在军事方面 贾奎 张域 河滨等 狄青部将 逐渐升任高位 终可独当一面 而郭奎 崇厄等 西军新锐 也逐渐走向了 历史前台 他们将继承 范仲淹的恒山战略 重启拓边之路 仁宗为了激励三军 而提拔狄青 虽然狄青没有度过 政治斗争的漩涡 但是他留下的 深迁传说 足以激励更多的 天下见儿 仁宗朝后期 虽然因为 区野河事件 在与西夏的争执中 弱了下风 但同样 收复了曾被占据的 分州城 而西北在多年经营下 翻兵和翻部弓箭手 已然成为了 主要的军事力量之一 陕西四路翻兵总兵力 达到了十余万人 这都成为了日后 英神折徽四朝 用兵的资本 在过去的视频中 很多人一直会吐槽说 仁宗作用这么多名臣 作用宋朝最好的时期 却不是进取 没有任何的军事扩张 而且这个皇帝 耳根子软 没有主舰 所以才让大臣们 有了表现的机会 这其实是体现 仁宗废物的一种表现 这种观点 当然有自己的道理 从我个人的看法而言 宋仁宗本身的治国能力 确实谈不上有多出色 因为早年的大权旁弱 导致他个性上患得患失 制定政策 很少自己拿主舰 常常被大臣们 牵着鼻子走 而且从宋夏战争中 也可以看出 仁宗的军事决策力 也很坑爹 他在一开始 其实是主战牌 并三番四次地 劝说韩旗出兵 直到后来所有想法 都被范仲淹怼了回去 才作罢 封建时代 君主世袭制度的局限 出一个明君 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当然这种明君 不是纯粹指个人素养 这方面 宋仁宗其实很优秀 大部分皇帝 接受的教育也很好 宋徽宗在这方面 更是堪称皇帝中的天花板 但没人会觉得 宋徽宗是个好皇帝 所以对于好皇帝的要求 我们的维度 应该是更高的 那么这种明君 大致分为两种 要么从底层打拼上来的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而且受尽魔力 譬如说明太祖朱元昭 但这种皇帝 大部分是开国郡主 如汉宣帝那种朝代中叶 还能从屌丝变凤凰的案例 实在太少 第二种呢 直接天赋奇才 譬如汉武帝刘彻 当然也有翻车的 譬如隋阳帝阳广 但这种明君 乃至所谓的千古一帝 在所有皇帝的比例 才多少呀 从概率学来讲 指望皇帝代代优秀 还不如指望 并与火之歌的小说 早日完结呢 我们如果只脱消遣 当然也可以只挑 历史里爽的内容来看 但历史的主体 永远不会是爽文 如何在平静到枯燥的氛围中 制定出适合所有人的制度 永远才是关键 而宋仁宗最大的特点 就是自我定位 非常清楚 他在经验不足的时候 或许会尝试冒紧 但在他充分了解 自己的能力后 便会马上选择放权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 负责重要岗位 就如同他自己 曾经所说的那般 他很少做出决断 完全是因为 顾及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 而慎重行事 一旦皇帝开口 便很少有人敢在明这反对 万一政策有了过失 就很难及时改正 只有让大臣们 得到充分的讨论后 才可以制定出 合适的政策 虽然仁宗朝那些 名臣的敢言直见 容易让人产生一种 仁宗软弱的感觉 但事实上 仁宗一辈子里 强硬的事也不少 他任命狄青做疏密使 便是直接把梁府重臣 软禁在皇宫内 逼他们做出的决断 而在仁宗故去后 神哲徽三帝 都在一个劲 收回下方的权利 恰恰这 才是人性的常态 正因为有仁宗的 刻意忍让 刻意广开言辱 才营造出了大臣们 敢于直言的朝堂氛围 包枕 才敢为上言 而喷宋仁宗一脸口水 你别说皇帝了 你有本事在私下里 争论的时候 喷个老诗人 一脸口水事事 看看老诗人 垂不垂你 而任何权利者的自我约束 不是很难得的 更谎论 封建时代的统治者 正因为 有这么个皇帝 知道自己的局限 知道去信任 该信任的人 所以范仲淹 屡次语出惊人 演了安德始终 一些观点认为 范仲淹的善终 是因为不得罪人 我们仔细阅读 《庆立新政》的十条内容 这当中 明明九条政策 涉及政治 除了厚农丧 全部是得罪人的 不然尹诸石阶这些人 是为何被整得这么惨的 这就是有没有 仁宗保护的区别 范仲淹 有了仁宗的保护 所以才能顺利过关 至于为什么说 仁宗的政治理念 受到了后世的大力推崇 虽然他的能力 远不如汉文帝 却被拿来与汉文帝齐名 毕竟汉文帝 这样的明军少见 宋仁宗这样 有自知之明 还有识人眼光的皇帝 也同样少见 如果仁宗 是个敢于进取的皇帝 以他此前表现出的 军事决策力 我们很难确保他 不会提前来个五路法下 搭配上那个年头的 平凡天灾 宋仁宗的货国业绩 那还不得抵尖广神呢 对后人而言 古代动辄数十万 上百万的伤亡 不过是个数字 而对当事人来说 那可是真真切切 消失在身边的神灵 很明显 宋仁宗和他任用的这批大臣 并没有打造出 所谓的黄金盛世 但同样的 因为他们的历经图治 也让原本可能发生的末世灾难 消弭于无形 国家的工商业 在这个时期发展迅速 国家的博捐收入 达到870多万匹 老百姓的就业选择激增 不再只为土地耕种 而限制住生产方式 送出时 并想继承唐代的仿式制度 仿式制度 即是把住宅区和交易区 分割开来 这种购物方式 有点类似今天的 往百货商场买东西 在当时 国家为了减少城市管理的难度 白天开放交易区 供老百姓购物 晚上实行宵禁 百姓回归住宅 不许出门 但是因为工商业 和社井文化的发展 宋朝的仿式 已然容纳不了这么多商店了 越来越多的商铺 开到了街边 这种现象被称为 清街 指人宗室 朝廷最终选择了 水银时代驱适 彻底取消了仿式制度 允许百姓 在衙门的管理下 迎接开办商店 中国人从此有了 在大街小巷 购物即逝的生活习惯 很多宋代城市 勾兰瓦舍之类的 游异戏曲文化 在市井间走向火热 朝廷也干脆取消了 部分城市的宵禁管理 东京孟华路中的 孟华二字也自此一时 当事人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 更多迟疑了肯定的态度 所以在仁宗去世后 才会塑造出 开封市井间通宵打蛋 灯火通明 而仁宗独处冷清的深宫中 处理政务 却能遥香而忘 与民同乐的故事 当然 宋代各地区的发展 毕竟人存在着极大的偏差性 大量的乡村民户 仍然生活在困苦之中 宋代民户 有田二十亩以下 便认作贫困下户 而这样的百姓 仍然占了全国人口的六七成之多 所以这个时代的风俗文化 固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但就像我们片头所言 所谓封建王朝 宋朝的底色 永远是黑色的 司马光曾在他的上书中演到 四明之中 为农最苦 农夫寒根热云 粘体土足 戴心而作 戴心而息 参妇养残至简 积麻防伪 绿绿而积枝 寸寸而成枝 其情极矣 宋代一个 拥有二十亩到五十亩左右 田地的四等户 每年所需承担的税收 至少在五罐以上 而扣除此项后 最后所能得到的结余钱财 可能只有二十罐左右 更有圣者乃至入部付出 大部分人最后也只能 勉强温饱度日 那些美妙的风雅燕吉 锦衣玉石 和他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每分灾乱 这批百姓一旦逃光家底 往往只能软弱为难民 悲惨不堪 所以这也是促成 仁宗朝荒镇急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是在仁宗朝加油以后 用来救助灾民的粮仓 也即注入成品 广汇仓 掠积可及 千五百万以上冠石 据范祖余所言 仁宗余京师 又设立东西福田院 以收养老幼废基 至加油八年十二月 又增制成南北福田 共为四院 每院以三百人为县额 然而一如范祖余所言 不止一千两百人 而朝廷所能拯救之人 却始终有限 虽然朝廷对各路的 赈灾力度极强 却终有偏远乡区之人 难以救助 这些问题 导致底层百姓的生活 人始终脱不开平衡而自 当然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常态 这也是为何 宋史学者王增瑜先生 向来反对 将封建时代的某个时期 称为盛世的原因 而在仁宗朝的刑法上 也存在着让人刺眼的记载 即零迟二字 出现在了仁宗的诏书中 临迟一行 起于五代 入宋后为朝廷所扑驱 然在仁宗天圣九年 金湖地方有人杀人记轨 杀人者之罪名上报朝廷后 引起了众怒 毕竟这又是草菅人命 又是传播邪教 可谓人渣到了极点 当时的掌权者是刘太后 联系起刘太后早年 出身底层的背景 或许也是她对杀人记轨 深无痛绝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在她的影响下 仁宗下达的诏书中 明言将犯人处以林池疾刑 自此之后 林池被列为国法之刑 这种刑法都被用于 处决节道和兵变者身上 这也让仁宗朝被后世评为 重刑时代 然比之对待凶恶之人的严厉处置 至于那些与灾年 无奈落盗者 朝廷则多事从宽处理 仁宗朝名称有场便曾言 一世不足道之原业 名非不畏死也 免无以生 以为坐而待死 不若喜图生也 所以朝廷对待机民落盗者的 处置态度是 不机民 可敏而不可及 可计而不可杀 常常收编他们 如军队或者捡死发配 再加上宋代判决案件 注重反复审理 这也让仁宗时代 在重刑的同时 也被称为盛行时代 宋徽宗时期 蔡金为了支持徽宗 开疆扩度的大业 在货币政策上大作文章 因此是朝廷传的盆满钵满 而北宋中益的武功 也在徽宗时期达到了巅峰 徽宗享有的军权远高于仁宗 徽宗朝的政策远比仁宗朝更进取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姓 被严酷剥削的基础上的 而不久后随之而来的 更是将千万生灵 退入悲惨深渊的静康之变 相较之下 仁宗朝虽然在庆历和制衡年间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 一度也铸造过偷工减料的铜钱 然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 与民间私处货币之风的兴起 却马上停止了相关政策的执行 正是因为庆历以来 为了度过战乱和天灾的危机 朝廷被迫实行的种种 独立于民的政策 才让家有年间的人宗 和他的执政大臣们 把国策改向了让权与地方 让立于民的方向 三思财政的赤字 竟然不是当务之急 那么恢复民生安定 才是施政关键 这些政策虽然被后世评价为过于保守 却也记录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 在空前高速发展之际 国家在此过程中 对管理方式所表现出的 种种艰难摸索 他们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国家仍回归到了正向的发展 所以文弱的仁宗潮 完成了平稳过渡 而穷兵独武的徽宗潮 却走向了毁灭 加油八年3月29日 宋仁宗赵真病逝 享年54岁 他的一生有着太多的求而不得 他想孝顺母亲 却终身未雨 生母相遇 他想珍惜身边人 他的侄儿张贵妃 却迎年早逝 他想儿女幸福 最宠儿的福康公主 却所嫁非人 他的儿子们跟在出生后 接连夭折 他想实施变法 中庸范中烟 但是亲历新镇 却在严峻的历史环境中 早早流产 他一力提拔敌亲 想与他结成君臣佳化 结果敌亲也折损在了 政治斗争之中 他想维持中庸 爱护百姓 却为了应对种种危机 不得不加重说服 在政治和军事上 他犯下过不少失误 却因为容忍和开明 让国家终于维持住了安定 在斯德上 仁宗虽然心地善良 却也有花心好色的毛病 虽然对待大臣 也能持之以理 却也有不少他派遣宦官 先是朝远内外的记载 当然这本也是 封建社会的常态 直至宋仁宗 统治的最后阶段 他终于可以选择 郑郑的心中所向 宋史曰 为人君止于人 仁宗的人并不纯粹 但世上也从来没有 完全纯粹的东西 这或许也是为何 过多的吹捧 反而这个更适合做 背景版的皇帝 被拱向了 争议的漩涡之中吧 在他去世之后 北宋王朝将迎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到这一期为止 北宋仁宗名称片的内容 便全部结束了 相信很多从 北宋真宗留个篇 一路过来的朋友 可以感觉到 我们文案风格的一些变化 在写真宗朝时 我因为明白互联网 是个更适合消遣的地方 所以真宗留个篇的文案 相较于传播知识 更多的还是往 通俗易懂的 娱乐化方向上靠的 对于政治制度的部分 讲的比较少 但后来发现 互联网上 关于宋朝的误会 真的很多 所以讲人宗朝时 我们视频的内容 选择了有点 违反自媒体风格的文案形式 解释了不少 宋代的内政制度 文化风俗 像这些枯燥的东西 很容易吃力不讨好 但很高兴 仍然有许多朋友 愿意陪我们一路走了下来 当然对于人宗朝 我们还有一个小遗憾 就是没来得及 把黄河治理相关的内容 收录进去 网上定义的三亿回合 确实是在人宗朝开始的 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但这之中的前因后果 又与现在网上的 那些极端化论点 相去甚远 为了完全理清 宋代黄河治理的相关内容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消化最新出版的 那些研究润注 应该会放在 折宗朝后 联系其后面的几次议和 以及整个北宋时 黄河治理的相关话题 再来制作视频 但好在我们团队的 美术和后期 实力值得信赖 再加上变身器 而不 玉璐姐姐甜美纯正的 番外篇注权 这也让我们的视频 可以能够在 传播相对枯燥知识的同时 保持住一定的播放量 在此还要再感谢那些 义无为我们的人物配音 为我们的地图作画 始终支持我们视频的朋友 是你们的陪伴与相助 给了我们团队 坚持下来的理由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进入一个调整时期 做一些小番外 在暑假前后 我们会正式进入 北宋阴神折灰思潮 敬请期待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